在这片五彩斑斓的土地上 中国蕴藏着无数惊喜 无数宝藏 今天我们将启程 踏上一场壮丽的自然之旅 穿越寻找消失的地平线的云南香格里拉 五彩风情云南西双版纳 和不可抗拒和谐的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 呼伦贝尔草原 发现这片神奇之地的真正美丽 首先我们飞越起伏的山脉 来到了香格里拉 高山之巅 云雾缭绕 仿佛是仙境一般 香格里拉 这个名字本身就有一种神秘的韵味 在这里 高山巍峨 深谷幽深 湖泊清澈 寺庙古老 我们将跟随着这片土地的脚步 寻找自然之美的真谛 接下来 我们将落在西双版纳的热带丛林中 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大地上 各种热带植物在微风中摇曳 西双版纳 这里是热带的天堂 五彩斑斓的风情与热情似火的民俗文化 在这里交汇 我们将沉浸在这片风景如画的土地上 探寻自然与文化的奇妙融合 最后 我们来到呼伦贝尔草原 广袤的大地上 成群的牛羊 自由的漫步 天空湛蓝 白云悠然飘过 呼伦贝尔草原 这片广袤的草原是大自然的馈赠 也是生命的乐章 在这里 我们将追随那片消失的地平线 感受大自然的力量和和谐的存在 这是一场充满奇迹 充满魅力的旅程 一个让人心持神网的探险 让我们一同踏上这段壮丽的自然之旅 发现五彩中国的真正魅力 寻找消失的地平线香格里拉 去香格里拉不可不看的两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是 嘎丹松赞林寺 又称为归化寺 距香格里拉县城5000米 该寺为云南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 被誉为小布达拉宫 屋顶属新金瓦电 金光闪耀 灿烂夺目 远近百里如见佛光 第二个地方是 虎跳峡 金沙江从石谷镇突然急转北流约40千米后 在香格里拉县虎跳峡镇 闯进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之间 形成一个世界上最窄最显的大峡谷虎跳峡 虎跳峡分为上虎跳 中虎跳下虎跳三段 共十八处险滩 香格里拉显然是不属于人间的 它是一方七色乐土 风欲甜美 让你膜拜顶礼 它是一座旷古迷径 梦幻神奇 让你吃醉沉迷 它是片黎尘净土 淳朴透明 美丽 明朗 安然 贤逸 幽远 知足 宁静 和谐 城市之外 乡村之外 文明之外 终归是红尘之外的香格里拉 天蓝水幽云淡的世外桃源 在层层叠叠的怀旧的暗金色氛围中 沐浴着远古纯净的光辉 洋溢着远处圣洁的意欲 1933年 詹姆斯·谢尔顿 在其长篇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 首次描绘了一个 远在东方群山峻岭之中的永恒 和平 宁静之地 香格里拉 挨挨的雪山 广阔无垠的草原 鲜红的浪荡花 神秘的喇嘛寺院 波光林泪的湖泊 和与世无争的村庄 这个只有在天堂能出现的地方 就是中国云南狄庆藏族自智州 香格里拉在藏语意为 心中的日月 它源于唐宋时期建制的月光城和日光城 日月两城遥向灰映 千古流传 成为佳话 从岁月深处走出的香格里拉 并不遥远 它就是我们的家乡 那里四季长青 那里鸟语花香 那里没有痛苦 那里没有忧伤 那里传说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走进香格里拉 就走进了生命的本质 还原了世俗的一切 在这片宁静的土地上 苍穹湛蓝明镜 草垫茂盛多彩 湖水成名清澈 村户吹烟 帐篷牦牛 处处风光绝丽 雪山 湖泊 神圣的寺院 淳朴的康巴仁 犹如苛刻璀璨的明珠 在那片神秘美丽的土地上 焦香灰映 熠熠闪光 夹在山脉之间的坝子 连绵不断地向前延续着 层层叠叠开垦在山坡上的嫩绿田园 不时在半山腰 弯出一道道优美的湖线 雕楼式的藏式建筑 随意点缀在丰收的田野里 高大笔直的冷山 云山直入云霄 林间清澈见底的溪水 草原上漫山遍野地盛开着各种色彩的小花 草垫上悠闲吃草的牦牛 木马和羊群 放牧藏民脸上淳朴而明媚的笑容 一切都好像蕴指在画中一样 你的来 你的去 都完全不会改变他们平静的世界 高高悬挂的经番随风飘动 当地的潮骂念念有词 脸上写满神圣的神情 这里没有纷争 没有罪恶 没有理念 没有虚伪 大约只有那么纯净的地方 才会生出那样纯净的心来 助力在湖边 只想让生命在这里简简单单 却也永永远远得了严正续下去 香格里拉 不会把美丽专属于一个地方 她将人们的幻想实现在各个角落 高原之地 湖水空灵 一颗颗蓝宝石一样的高山湖泊 掩映在雪山临海深处 山林湖 湖应山影 那一乱红碧水 幽深宁静 清澈凛冽 走在高原上 你会被许许多多不知名的湖泊征服 这些湖泊 有的圆若明镜 有的弯似月牙 有的长似鱿鱼 有的似猪欲成串 有的水色深沉 似无底深渊 它们是高原上的精灵 只属于苍茫和辽阔的大地 香格里拉 显然是不属于人间的 它是一方七色乐土 风欲甜美 让你膜拜顶礼 它是一座旷古迷境 梦幻神奇 让你吃醉沉迷 它是一离沉净土 纯透明 美丽 明朗 安然 嫌异幽远 知足 宁静 和谐 城市之外 乡村之外 文明之外 中归是红尘之外的香格里拉 天蓝水游云淡的世外桃源 在层层叠叠的怀日的暗金色氛围中 沐浴着远古纯净的光辉 洋溢着原初圣洁的意欲 这是人类理想的归宿 梦想中的世外桃源 它收留了无数迷路的孩子 指点他们找到了心中的日月 香格里拉 那人间的天堂 又何必止步于一个地方 其实 它源自所有人心中最宁静圣洁的那片思想 它如同阳光一直都在 只是需要我们去用心寻找 五彩风情 西双版纳 去西双版纳不可不看的地方 第一个地方是猛轮热带植物园 坐落在湄公河之流罗嗦江心的葫芦岛上 占地九平方千米 规模相当壮观 已有数千种奇花异树在这里安了家 植物园中囊括了几乎所有的热带植物 第二个地方是罗嗦江 汹涌澎湃的蓝沧江流经猛轮镇和关内镇 绘成的一条多情的支流 这条河流进入美丽的西双版纳后 多在高山峡谷和热带雨林中穿行 由于位移在深山密林中 河床切割最深 人们便称它为绿野蛟龙 也像孔雀 竹楼 神秘的雨林 婀娜的歹家风情 月光下的凤尾竹 还有那眼影在凤尾竹下的庄严佛塔 这就是西双版纳 绚丽而又纯净 来到西双版纳 你会被一种莫名的震撼所俘获 久久不能忘怀 有人说 任何地方都有自己的色彩 色彩中沉浸着它的故事 也像孔雀 竹楼 神秘的雨林 婀娜的歹家风情 月光下的凤尾竹 还有那眼影在凤尾竹下的庄严佛塔 这就是西双版纳的色彩 绚丽而又纯净 来到西双版纳 你会被一种莫名的震撼所俘获 久久不能忘怀 西双版纳 呆语一为理想而神奇的乐土 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 在这片乐土上 居住了40多个少数民族 除歹族外 这里还聚居着哈尼 布朗 基诺 拉护 瑶族 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奇特的风情 实在是一种诱惑 每到周末 这些少数民族与歹族人 一起尖挑或怀抱着一落落的货物 到集市上换购 少女们脚穿半高跟皮鞋 身上大红大绿 手中在举把色彩鲜艳的遮阳伞 未昏的把乌黑长发编成辫子 以昏的腰歪盘着头发 在鬓角插一只散发着香味的鲜花 明快的铃声 五彩的服装 精致的配饰 那时整个西双版纳在万重青山绿水之间 便成为一片流动的鲜艳海洋 正如这里四季不变的阳光 充盈着最明媚的色彩 如果非要归属一个颜色 就是温柔甜美的橙色 歹族是西双版纳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 精巧的竹楼 优美的孔雀舞 婀娜的歹族少女 一个梦幻之地的梦幻 是多少人前往西双版纳的情动之音 歹家人世世代代傍水而居 小溪两旁 大河两岸 胡找周围 一桩桩临次至比的歹家竹楼 绿树枉域 当你跨近这竹楼永绿 篱笆环环 村到如常的地方 就仿佛跨进了另一个世界 也许是村民贪恋宁静的缘故 从古到今 他们始终与外界保持着一段距离 款款往来于田野 草地 果林 蔡奇 他们连走路 也都是小心翼翼的样子 生怕惊扰了这片沃土神秘的梦 有人说来 西双版纳不到热带雨林 就不会知道树木生长的无穷生机 和浑然天成的崎岖 热带雨林是大自然精心打造的幽宝 毫无沉染的绿色 使人物我两望 情归自然 雨林里总有浓浓的雾气 犹如露水一般 轻得像乳白色的薄纱 这就是传说中的雾露 每当夜幕将林志次日晨曦微露 雨林里的雾露发出 沙沙沙的响声 一路游远极静 汇集在叶片上的雾露 顺夜间滴落 滴滴答答 犹如一场小雨 一株株参天巨树 拔地而起 直刺苍穹 林中到处是藤树相缠 盘根错节 荆棘丛生 高高的树棺上 各类飞禽在不停啼叫 密林深处 不适传来阵阵明 漫步林间 多年积下来的落叶 松软而芬芳 脚踏上去 便是深深的陷窝 炙热的阳光一改常态 穿过疏密相间的枝叶 点滴漏下 在地面留下了斑驳的圆韵 此时的西双版纳是绿色的 行走在其间 浓浓郁郁的苍翠 让你分不清 哪是天空哪是远方 连自己也醉在了这苍茫中 那一片片 逮家竹楼 哈尼山寨 布朗村落 基诺掌房 就掩映在这 苍翠欲滴的绿色之中 夜晚 轮廓模糊的山巒 温馨玉丽的竹楼 阿挪多姿的植物 浸泡着清亮的月光 村寨梦一样 飘在水上 此时西双版纳是银白色的 清新纯净 又不失古朴 离泰国 缅甸很近的西双版纳 充满了佛风 古老而巨大的菩提树下 有一座庄严而精美的佛寺 金光闪闪 翻帘漂浮 阵阵花的幽香 随风送来 佛塔寺庙 与逮家竹楼 翠竹 古墓 交香眼映 一派神圣景象 乘坐竹筏 漂流在蓝仓江上 江面忽而宽阔平静 忽而激流汹涌 排头的歹家小伙 与排尾的小姑娘 对着情歌 这边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歹族人民在这里生长 那边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那里采云在飘荡 青山葱龙 绿水悠然 西双版纳的色彩 没有功力 没有浮躁 经历了世俗风尘尽染的都市中人 置身于这样的色彩中 会默然发现 纯真依旧日 不可抗拒的和谐 呼伦贝尔草原 去呼伦贝尔草原不看的地方 第一个地方是 末日格勒河 位于呼伦贝尔市 陈巴尔虎齐境内 号称天下第一取水 这里距依托城市 呼伦贝尔市 仅40千米 离S20腰线公路 只有5000米 这里就是天苍苍 也茫茫 风吹草低线牛羊 呼伦贝尔草原腹地 是中外驰名的天然牧场 第二个地方是 金帐汉游部落 位于末日格勒河河畔 始建于1994年 以部落样式为主体 聚集了以蒙古民族为主的 北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 民俗民风 宗教艺术 餐饮等综合旅游服务景区 呼伦贝尔是一个 充满云水柔情的名字 呼伦贝尔草原 是一个美丽哀婉的传说 来到这里 你会迷失 忘了时间 呼伦贝尔草原 是上帝造化的一方净土 是西季中的天上人间 是我们不经意撒手失去 而又千方百计觅回的 理想家园 一处风景 如果只是景色 未免略显单薄 而呼伦贝尔草原 就不仅仅只是一处风景 它还是一个灵动的空间 这片绿色的净土 滋养着这里的生灵 承载着牧民们浓浓的期望 呼伦贝尔草原 是世界最著名的三大草原之一 被誉为中国最美 最纯净的草原 地域辽阔 绿波千里 犹如一幅巨大的绿色画卷 无边无际 草原上 星罗旗布的湖泊 像美女低垂下的泪滴 蓝天白云 弯弯河水 阴阴绿草 群群牛羊 点点绽房 鸟鸟吹烟 清新宁静 置身在美丽的大草原之中 人的胸怀陡然开阔 躺在绵绵的草垫上 心事那么幽远地 飘入了天际 有人说 呼伦贝尔草原的风景 在路上 而不再要去的地方 漫步在草原的花海中 那种柔软而富于弹性的感觉 非常美妙 若累了 在草原上 是少不了骑马前行的 手指马鞭 侧马徐行 抬眼望去 天苍苍 眼茫茫 风吹草低线牛羊 绿草与蓝天相接触 牧人举边歌唱 一路看不近 走不完 重重叠叠的绿 随着天色的变化 云彩的飘动 产生或浅或深的变化 层层涌向远方 直至天边 如果你不懂得什么 才是真正的辽阔 来到这里 就能体会到辽阔的内涵 有人说 呼伦贝尔草原 是河流的故乡 三千多条纵横交错的河流 在这里九曲回环 其中最壮观的当属 被老舍先生誉为 天下第一驱河的 末日格勒河 河床如刀砍斧凿 曲曲折折地 镌刻在平坦的草原上 铿锵的节奏 和跌宕的旋律 击破了草原的空旷和静谜 据说这段跨度为 一百五十千米的驱河 伸直了大约有 一千五百千米 看来也是舍弃不了 这绿色的草原 呼伦贝尔草原上的 点点湖泊 也值得一观 尤其是草原深处 一网宽广的呼伦湖 呈现着与草原相应的 无限柔情 草原向海 呼伦湖也向海 碧波浩渺 漫漫无边的水域 栖息着天鹅 仙鹤 白鹿 秋沙鸭 以及许多较不出名的水禽 飞起飞落丝毫不惊 让人如人神话般的境界 来到呼伦贝尔草原 不妨坐一天牧民 体会一下原始 淳朴的蒙古风情 历史学家简伯赞曾说过 在末日格勒河畔 有一个金帐汉蒙古部落 金帐汉部落的布局 就是当年成吉思汉 形帐的缩影和再现 在这里可以住进自己 亲手料件的蒙古包 可以品尝亲手宰杀的牛羊 喝一杯纯香的奶茶和美酒 吃一顿鲜嫩的手抓肉 无边的云 无边的绿 无边的水 无边的呼伦贝尔草原 蕴含着无边的韵味 来到这里 你会迷失 忘了时间 呼伦贝尔草原 是上帝造化的一方净土 是西纪中的天上人间 是我们不经意撒手失去 而又千方百计觅回的理想家园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